到60岁 他有一些年份 他所发生的事 重点我就会先把它写下来 从中去做一个记号 如果要找起来或读起来 就比较容易一点 结合历史背景与法华精神 记载着一代高僧生平故事的书 林秀卿看得仔细读出心得 单单一个五十八教 原来是从法华精里面 远续出来的 我觉得上人把法华精 他以一个很简单的来说出来 让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 就好像那个磨合直观 他其实简单一点 就是符绘双修 林秀卿与先生 参与词记志工多年 接触智者大师后 对法华精有更深的认识 除了看书 大一台的歌子戏和导读节目 他们都细细观赏 你会背了 他在那个战乱的时代 去求佛法那种心 而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 是太方便了 反而不珍惜 宝就在前面 就是因为自己的个人的习气 那个无名 所以让我们有时会很走宝 感恩上人的 这样的苦口口心的 找各种方法来成就我们弟子的灰明 深入法华 林秀卿更趁着智者大师 在新加坡慈善一眼的热潮 带动读书会 希望志工们勇于突破 深入了解这一代宗师的精神 更踏实走在菩萨岛上 打热新闻 李嘉宜新加坡报道 相信您也抬头看过他 那他赞品不够伤 是的 有一个现场